今天,为大家带来分享的是赌场式交易策略,构建高胜算程序化交易系统。 作者理查德·威斯曼,前言,除非抢劫,否则休想在轮盘赌上赢钱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年前,我和一名陷入侦查的教员,讨论投机交易的职业系,正是他当时提出的一个问题,最终促成了这本书的协作。 他问的那个问题是,真有人能以投机交易为生吗? 这名年轻人压上了所有积蓄做交易,却还不清楚是否有人通过投资交易以后获得成功。 这让我想起自己刚入到时的情景,那时我内心里也满是疑惑。 和这名年轻人很像,倘若你打开本书,并且也问着自己同样的问题,那么这里既有让人欣喜的消息,也有令人头疼的消息。 让人欣喜的是,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成为一名职业投机客是个不错的选择,这并非空话,过去有今后也会有,许许多多的职业交易员凭借投机交易取得成功,而他们靠的并不是什么运气或者机会。 令人头疼的是,这恐怕要算世上最艰难的行当之一了。 之所以艰难,是因为,这一职业需要我们持续不断地去做那些心理上会感到不适或不自然的事情。 本书将探讨投机交易困难性之所在。 可是,如何才能将充满冒险游戏的投机交易,变成一项靠谱长久的行当? 我们不需要从头开始,不需要舍近求远,也不需要依靠运气机遇甚至到高次。 我们要做的,只是将一种,现有的成功的经营模式运用到投机交易中,这个模式就是赌场范式。 在赌场中,尽管轮盘的每次旋转都是任意的,但赌场老板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概率总是在他们胜算的这一边。 在交易中,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为投机交易中的正向预期交易模型。 所谓正向预期,是指在扣除用金,和流动性风险造成的损失之后,模型仍可盈利。 流动性风险,如模型假设的建仓价或者平仓价,与实际减仓价或平仓价之间存在的价差风险。 那么如果有一位女富豪跨界赌场,要求将一张十亿美元的银行本票换成筹码,情况会是怎样? 他会发现,工作人员一定二话不说,利索地帮他把本票换成筹码,可是当他走到轮盘赌桌旁, 想把所有赌注一次性压红色时,客观会很礼貌地说,轮盘赌,每次嫁住的最大限额为一万美元,胜算在握的赌场主。 为什么要规定下注的限额呢? 原因在于,即便他们知道自己胜算很大,但如果这次轮盘正好停在红色,我们这位女富豪就会赢走整个赌场。 下注限额规定了单次下注的上限,不仅能够让赌徒们一直弯下去,赌场主也可以利用概率优势,一点一点地赢走全部十亿美元。 在投机交易中,价格风险管理,就类似于这里的下注限额,对于赌场范食的最后一个提醒。 其实我在前面两段中都有暗示,赌场老板一点都不担心,因为概率总是在他们胜算的这一边。 这句话尤其清晰地指出了这一点。 当赌徒赢钱的时候,赌场主不会变得一直消沉,或者选择关掉赌场。 相反他们会,继续玩这个概率游戏,同时进行风险管理。 他们每时每刻都坚持采用赌场范食,不会因为某一天,某一周,或某个月的收益情况太好或太差,而放弃在投机交易中。 我们将这种对正向预期交易模型,和价格风险管理的坚持,称为交易纪律。 当然成功的投机交易模型,比赌场范食更加复杂,我们将在书中,对其复杂性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不过,相信你已经对本书的取名有所了解了,成功的交易者。 但从梯子下走过,把以数字13作为交易账号的莫良位,这些事对他们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成功的投机交易与运气没有任何关系。 西方传统认为,从梯子下走过是不吉利的事情,只有赌徒会热切地期盼好运来临。 职业投机客向来指望概率游戏,同时兼顾风险管理。 本书将从基本概念入手,依次对投机交易中的复杂现象进行解释。 第一章详细阐述,基于正向期望模型的交易赌场范式。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在建立正向与期模型的过程中,技术分析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以及单纯运用基本面分析建模的缺陷。 其次,我们再来看看技术分析的局限性, 以及,基本面分析是如何弥补这些局限的。 第二章探讨交易的赌场范式中,涉及的价格风险管理, 我将向读者细致地描述一种风险管理金字塔。 金字塔底部,是传统的价格风险管理工具, 比如直损点设置头寸规模管理等, 金字塔中层是投资组合风险管理工具。 风险价值分析和压力测试,金字塔顶端, 是资深风险管理者的定性分析,我称之为管理决策。 第三章深入剖析,建立赌场范式的最后一个前提, 恪守交易纪律。 首先对投机交易中的纪律进行定义, 并且,是严格遵守交易纪律存在困难的原因。 其次我们来看看, 交易纪律是如何在正想与期交易模型的建立, 执行持续使用, 以及价格风险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 再次探讨不遵守交易纪律, 会对正想与期交易模型造成何种影响。 不管一种交易模型如何稳健, 总有市场环境不适合运行这一模型的时候, 这时一定要停下来观望。 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有足够的内心和严格的纪律, 尤其要谨记, 直到市场环境再次回到模型适用的情况上来, 才能进行交易。 最后, 分析各种市场行为和需要警惕的陷阱, 从而使交易者更好地利用市场行为, 进行交易。 第四章, 将揭示一个交易中显为人知的秘密, 即市场不动周期性。 没人能够保证, 市场下一步会延续趋势还是回归均值, 会上涨还是下跌。 我们唯一确定的是, 市场要么会从低不动性转为高不动性, 要么从高不动性转为低不动性。 本章将介绍所有常用的, 测量市场不动性的工具, 并讲解如何将它们添加到各种不同的, 正向预期交易模型中。 第五章中提到, 这只金钱跑不是明智的做法, 即使是最强劲的正向预期交易模型, 也无法抵挡它的破坏性影响。 经验上前的交易者, 经常盯着自己账户里的钱。 2008年, 原有价格从147美元每桶下跌12美元, 至135美元每桶, 相当于每分期货合约价格下降12000美元。 这只金钱跑的交易者一看盈利了, 就赶紧结束了交易。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 它们眼睁睁地看着, 每分期货合约的价格, 又下降了10万美元。 其实它们根据目前赚了多少钱, 或正在拿多少钱, 冒险而做出结束交易的决定, 是非理性的。 明智的选择是跟着市场走, 根据市场的价格动向进行决策。 第六章, 集中讲述避免产生后悔情绪的技巧。 通常来说, 后悔情绪在以下两种情形下, 最容易出现。 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 一种是处于大富盈利中的交易, 最终却已具有亏损割肉平仓, 为避免此类后悔情绪的产生。 除了不要放任富盈转为实贵之外, 还可以利用合理的技术支撑位, 或阻力位, 争取部分盈利。 第二种是小富盈利和获利了解, 却发现大趋势才刚刚开始。 这时, 我们同样可以采取上述第二种方法, 减轻后悔情绪, 即通过在支撑位或阻力位, 设置止损的方法, 了解部分舱位, 同时为剩余舱位设置移动止损, 继续持有。 第七章讨论时间周期分析的重要性。 首先, 了解一下时间周期分析的传统方法, 即通过实时监控多重时间周期, 更好地了解市场趋势, 以及不同层次的技术支撑位和阻力位。 其次, 我将介绍一种职业投机课使用的, 最有效的工具。 时间周期背离, 当短期时间周期, 与长期时间周期不同步时, 就发生了时间周期背离运用。 这一分析方法, 能够让交易者在不违背长期趋势的前提下, 找到一个低风险高收益的买入点。 本章将帮助读者学习技术分析, 以便更加准确地识别此类交易时机。 第八章介绍了多种正向预期, 趋势跟踪交易模型, 和正向预期均值回归交易模型。 此外这一章, 还探讨了结合均值回归技术指标, 与长期趋势跟踪工具的混合模型。 这种模型可以帮助交易者, 在市场长期趋势的方向上, 找到低风险高收益的买入点。 第九章, 会向读者说明另外一种心理陷阱, 预测交易信号。 一旦陷入其中, 便会不自觉地脱离正向预期交易模型。 交易者之所以倾向于预测交易信号, 是因为他们想要在最高价时卖出, 在最低价时卖进, 而不是等到有确切迹象表明, 市场即将见底之后卖出, 或者有确切迹象表明, 市场即将见底之后买入, 我将为读者展示, 一种不同于交易信号预测的方法, 即对于卖出或买入信号只参与不预测, 以及采用这种方法的好处。 同时介绍一些简单的技术工具, 帮助交易者避免因预测交易信号失败, 而付出玩贵的代价。 第十章, 介绍常见的交易陷阱, 并教给大家如何成功地跨过这些陷阱。 基于对市场行为特征的研究, 我将向交易者教授许多技巧, 以便系统地屏除错觉的干扰, 避免脱离, 或妨碍正向于其交易模型的执行, 接下来会涉及导致交易失败, 或限制成功的情绪状态, 并为投机客提供一系列方法, 来克服交易中的非理性偏见。 第十一章, 提供一些分析和改进交易行为的方法, 本章开篇给出了一份综合调查问卷, 它能够帮助投机客了解自己, 在交易优势, 识别业绩记录, 分析交易方法风险管理方法, 交易执行中的考虑因素, 以及研发方面的强项和弱项, 然后我会介绍一种有效的, 但尚未被充分利用的, 改进交易者行为的工具, 即创建和维护交易日志。 第十二章指出, 要运用正向与其交易模型, 实现成功的交易, 必须具备储边不惊的心态, 成功的交易者, 不会在意单笔交易的结果, 而是会始终坚持正向预期模型, 和完善的风险管理方法, 因此, 如果某些交易者对此依然比较在意, 那说明他们一功力不够深厚, 心中对正向预期模型还存有疑问, 而没有管理风险, 三让此前不佳的交易经历, 妨碍了优势的发挥, 四还是像赌徒一样, 只在乎输引, 而不在乎最终的结果。 在第十二章中, 我所列举的工具和方法, 可以帮助交易者摆脱情绪困扰, 让心情不再像坐过山车一样高低起伏, 时而欣喜, 时而沮丧。 本章到此结束, 谢谢收看。